好,那上禮拜的話,我們就有先跟大家做介紹 你可以透過網路上找到一些素材 去做一個修正 那變成是你要畫的一些Q版的角色 那在3D建模的過程中 正面跟側面 它是必要的一個視覺的一個圖檔 這兩個一定要有 因為如果以頭部來講 你的眼睛啊,鼻子跟嘴巴的一個所在位置 你如果單純只光靠一個正面的話 它是沒辦法去做造型的一個理解 所以一定最少要有正面跟側面的圖檔 那這兩個設定完成之後 你必須把它個別去做一個拆解 就是放到你的這個Source Image裡頭 把正面跟側面的圖檔分別給建立出來 那這樣你就可以進到Maya去做一個參考 的圖示 去用圖層的方式去做設定 那你在做建模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兩張圖去做造型的一個觀察 那當然以圖片方式去做觀察 是一般比較常見的一個手法 但是如果以同學可能點線面構圖 還不是那麼熟悉的話 在立體造型的掌握上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難度 所以這邊一樣就是跟大家介紹這個 3D塑型的一個平台 你到網路上去找 你就打3D雕塑平台就可以找到這個網站 你就點進來 那這邊的話 其實你只要透過一些簡單的筆刷控制 就是從他右側這邊的筆刷 你可以去用移動工具 那把你要的這個頭型 把它先建構出來 那其實以這個網站來做人物的頭型 它會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這邊大概快速跟大家演練一遍 它的這個操作的一個邏輯 它基本上就是用捏黏土的桿子去做造型 所以它一開始給你一顆球 你就是正面把它拉到類似像是一個橢圓形的造型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比較Q的這樣 你可能就下巴的點 你就要上去做一下控制 那筆刷的大小 你可以按住鍵盤的X鍵不放 然後左右去移動滑鎖 它可以縮放這個筆刷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得到一個比較Q的一個造型 好 那現在你就轉側面去做觀看 側面的話 我們剛剛在這個ForeShop去做 這裡的圖解 以額頭下來到鼻樑 如果動漫的角色 它這邊一定會有一個下凹 再往上跑 到鼻尖 然後再往下收 到下巴 所以這一個 這個曲線你一定要去掌握 很多同學就是正面看OK 但是側面一看就完了 就是下巴可能不見 或是下巴可能跑到很前面去 所以這條線 它的造型你自己要有一個概念 好 所以轉到側面你就可以很清楚去 譬如說 這邊是額頭 那到這邊是鼻子 所以你這邊要拉一個鼻子出來 你需要一個控制點 你才可以去精準的去照到它的一個位置 那下巴你可以稍微讓它往前面推 推一點點 就是後面這邊是接 那個頸部的地方 你就讓它有一點點 側面看就很像一頂安全帽的概念就可以 好那正面我要去抓它的鼻子的位置 你可以用筆刷工具 那一樣先縮小你的筆刷大小 好在這個地方切個十字線 切個十字線 這個十字線這邊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眉毛的位置 好這邊是眉毛的位置 那到中間就眉心 往下走 這邊就是鼻頭 你就稍微去做一點點簡單的造型 那在製作過程中 你可以搭配SHEW的鍵 做一下Smooth 就會把它旁邊一些比較 太銳利的點 可以把它Smooth掉 好那地板網格 我們如果已經確定它的 它的天地關係的話 其實你可以到場景 把這個顯示隔線給拉掉 這樣你在移動比較不會干擾你的視線 好我現在把它切到側面來看 我這個可以很清楚去看到 鼻頭跟額頭 那這個地方我們剛剛在 TotoShout這邊來看 沒有這裡就不太對 那應該要往內凹一些些 好那這邊你要往內凹 我們就會改使用工具裡頭的移動 好那相同的話 你要去改變它的筆刷大小 靠近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往內 你就把筆刷放在這位置上 然後慢慢的往後推 先把它擠出你要的輪廓造型 好你先不要去管說正面它會變怎麼樣 它會變怎麼樣 先不管 你就先去看它的側面 是不是符合我們要做的這個造型 有沒有接近 好你只要接近就可以了 好那 側面這樣去做看看 這樣子差不多了 再轉正面過來做處理 按Shift鍵加左鍵 做一下Smooth 好就去觀察這邊可能是沒心的位置 我就開始回到筆刷 再把這邊缺的地方再補回來 好補回來 這個人物的基本造型 輪廓就出來了 然後旁邊這個眼睛 跟耳朵的部分 其實耳朵你可以後續再慢慢去加 好我們在做前面的 這個頭部造型型瘦的時候 除了說把側面這個曲線給拉出來之外 正面要去觀察說 臉頰還有靠近耳朵的這個位置上 它會一點點往內 就是這個頭部會這樣子下來 到眼角的地方會再彎出去 所以這裡其實會稍微往裡面跑一點點 就接近前面的地方 再往內收 然後你再搭配Shift鍵 先快速得到你要的造型 好那裡面的眼睛呢 我們再透過 皺褶工具 就類似像刻線工具 開始去把眼睛的位置把它刻出來 你看 好當然這個 這裡只是讓你可以先 快速的掌握到你的角色 它的五官 的定位 好那你最後 進Maya還是可以再繼續修 好 方便讓各位可以很快速的去得到 你要的造型 那眼睛位置我們大概就預留一個地方就好 因為 你進Maya 有些角色的眼睛 它是會用球體 去做一個嵌入的動作 所以眼窩 基本上它可能就是一個空洞的地方 挖一個內凹的一個結構 然後最後再把眼睛給塞進去 但是如果你是做比較偏動漫風格的角色 有可能你的眼睛是直接貼圖畫上去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去做 好這眼睛大概這樣子 就先大概有個位置就可以 啊嘴巴也是喔 就鼻子下面這邊去做 做它的嘴巴 好就先把它刻出來 然後再轉向去做 微微的一個處理 其實嘴巴這裡 呃 你刻線完之後啊 最好還是用筆刷工具 稍微把它長一點肉 因為它會有厚度喔 上下嘴唇 它其實會有所謂 那個厚度的部分 稍微把它加一下下 好那我打一下Smooth 好這樣大概初步的結構就算 差不多完成了 那接近它的邊緣線啊 最後還可以用這個工具啊 叫做捏縮 捏縮的工具 去把這個鼻樑的位置 做一下收線喔 這邊稍微把它收一下 好捏縮工具它會把它那個邊界線 變得比較銳利一點 那甚至像嘴巴這裡也是 可以稍微去收 收一下 好然後眼睛的線 稍微去收 好那假設我的角色 我就這樣子就OK 當然還可以繼續修啦 比方說這樣子我OK 那我要把它轉到MAYA裡頭去 怎麼做呢 先到檔案 那我們去做一個 鎖存OBJ 按下去 它會直接 用UOMASH的一個檔名 那存放在下載區 它存放在下載區 那這裡我會建議同學 你那個 存放在下載區的地方啊 你把它 複製到你的桌面 因為這樣 當然你要找會比較好找喔 把它複製到你的桌面來 所以桌面會有一個 UMH.OBJ的一個 格式檔 好 接著我們就進MAYA 你就進MAYA 好那進來之後 一樣喔 先去做一個資料夾的指定 先set set你的那個project project的一個位置 這個一定要做 所以你 待會你的那個 資料夾存放在桌面之後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好進來之後 我們就 直接做INPUT 把剛剛在桌面的這一個OBJ 給呼叫進來 好你會發現 為什麼變整個擺的喔 因為那一顆頭 非常非常的大 很大很大的一顆頭 所以 你的這個 外掛的這個模型 帶進來之後 我們先做一個 等筆縮放 至少你要看到你的網格地板喔 不然其實會 跟你可能後續要做的造型 落差會太大 好那稍微往上大一點 如果你這時候 已經有把你的參考圖 給放進來的話 那你就是 正面跟側面的參考圖 一樣可以擺進來 你的這一個 大概完成的頭雕 它就可以當做 是 背輕的參考圖 在做一些 局部的修正 你的 輸入速度會變非常非常的快 好那這個進來 不是馬上就可以用喔 因為你會發現到 它的網格 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個我們在做 動畫 或做遊戲中 其實這樣的Model 面數是 太高的 而且它也不適合用在 UV拆解的部分 因為它很多不規則的一個法線 它的布線其實是不對的 那這邊我們就會透過 手動拓補的方式 把 這個 所謂的高階模型 變成 低階的Model 由高變低 由高變低 這裡有幾個動作 同學要稍微去注意它的 流程喔 當然影片檔 你回去可以看不懂 做 回放就可以 好我們在做手動拓補的時候 它有幾個條件喔 第一個是 你的模型一定要在 物件狀態 就是 綠色的顯示線 你不要在藍色狀態下去做 就是這個 藍色這樣 沒辦法做 你一定要在 綠色的物件狀態下 它才可以做 手動拓補 好第二個動作 你要打開 那個 右上角這邊 這邊有個磁鐵 磁鐵要打開 好這邊要打開喔 所以我剛剛講 先 是物件狀態 第二個動作 打開磁鐵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做拓補的話 你的每一個點 它會吸附在 模型的表面上 所以這邊一定要開喔 好再來第三個動作 然後 啟動這一個拓補工具 在工具包裡頭 右下角這一個 這個是拓補工具 把它啟動下去 好它這邊就開始可以畫 那它是點線面 的格式 同步去做 布線的整理 那這邊的布線怎麼做呢 我們在上學期 其實有跟同學提到 做人頭啊 它會有三個圈喔 第一個圈是眼睛 眼睛會有一個圈 因為我們要做扎眼的動作 眼睛會有動作 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圈是嘴巴 嘴巴這邊會有一個圈 因為會開口講話 第三個圈是 從鼻樑到下巴 這裡會有一個橢圓的圈 好 因為你在講話的時候 其實 我們人在講話 不是只有嘴巴動啊 下巴也會跟著動 那下巴動這邊的肌力 就會跟著被扯動 所以你在做布線的時候 你要記住這三個原則 要有三個圈 那再來是 臉的正面 最好是從這邊 把它 扒一層皮下來 就是 有些女同學會敷面膜 你就把它想像一張面膜就對了 你的正面的布線拆得越漂亮 後續你在做UV拆解 或是做一些 材質繪製的時候 會更輕鬆 會更輕鬆 如果你這邊沒有把它做好 你後續在做處理的時候 會很麻煩 好 那這邊怎麼做手動拓譜呢 我們剛剛前面的動作都做好 我在講解說 先開 物件狀態 然後開磁鐵 然後開 手動拓譜 那接著你就可以在畫面上去做 布線的整理 那一般布線我們就做單邊 單邊完之後我們再做鏡像就好 所以你在做起始點的時候 你可以放在眉心的位置 靠中間就好 跑過去一點點沒關係 但是不要跑太多 從這個地方單點左鍵 它就會下一個矛點 好 那我們在做布線的時候 然後 一般都是以四邊行為基本單位 所以你每一個 Polygon就是以四邊為最佳的狀態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去點 點四個點 好 那點完之後 在這四個點的中間 請你按住 Shoot 鍵加左鍵 它就會出現一個綠色的框框 告訴你 這邊會形成一個網格 你就點下去 它就產生了 好 那這網格如果你的布線沒有做完 沒關係 你滑鼠移到它的邊邊角角 它是可以動的喔 它是可以動的 好 所以接著你就開始 延續的 我們剛剛講的 這幾個 有一些標準 你就開始去點 好 那點完 Shoot 的鍵加左鍵去壓 好 它就可以開始去做布線 好 當然這裡在做布線的時候 我們在上學期 有做過很多的練習喔 我相信 同學應該 都還記得吧 還是都還給我了 好 所以這邊你就是把它 先繞一個圈就對了 那在做環繞的時候啊 記得一個原則喔 上下讓它做 數量的一個對稱 所以我這邊 有幾個 下面就要有幾個 好 這樣你當然在做串接的時候 它會比較漂亮 好 那在布線的同時 你就一邊布 一邊去整理 它的這個尺寸大小 盡量讓每一個 嗯 接近一樣大 好 讓它接近一樣大 那我這邊就開始 慢慢去把它給 拖起來 好 當然這裡 你就看怎麼去接啊 如果你覺得這邊接的不好 它也是可以把它做清楚 或再做額外的一個 一個 一個繪製 好 就是後續可以再去做 慢慢的做整理 好 所以待會呢你們可以先 試試看剛剛提到的這個 呃 線上的這一個網站喔 如果說你的這個造型已經 已經有完成的話 你可以試著用這網站把角色的頭雕 先做完 然後做完之後 再用剛剛講的方式 丟到 MAYA這邊來 去得到一個低階的Polygon 那身體跟手腳 它其實跟 臉 或者是頭 呃 比較起來的話 它就相對的簡單很多 它就用一個 呃 方塊或者是圓柱的方式去 慢慢整理它 就可以 好 這其實是 做容物的話 這些頭部是最麻煩的 好 這邊就 提供給同學 額外一個 操作的一個方式 好 來畫面先給同學